相信有许多人对于公部门的宣导影片都会觉得古板又巴古巴 而为了要颠覆这个印象 新北市劳工局就由局内的员工制编制导制演拍摄了一支宣导胆片 除了不计形象的演出过老鬼国僵尸之外 也利用老简超人消灭二老板的幽默剧情 让劳工朋友们了解老简力机构这套系统的方便性 为了推动老简力机构新北市劳工局拍摄了一支宣导短片 内容有别于一般公部门的宣导影片 以苦手的方式描述有求职者到应征的公司面试 发现里头的员工被老板压榨 除了有超时工作的过劳鬼 还有连续工作都没休假的火僵尸 另外还有被老板拖欠薪水的争水鬼 因此立即呼叫老简超人现身 惩治折磨劳工的恶老板 而这支五分钟的短片里面的演员 全都是由劳工局员工饰演 不论是编剧化妆还是道具 也都是由劳工局员工自己来 拍摄剪辑的部分则是邀请诗心大学学生团队协助 以轻松幽默的方式 希望让劳工朋友知道 如果遇到的资方有违法情况 可以透过劳动检查立即够这套系统 马上检举 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劳工局的同仁呢 根据这个时事 稍微哭手一下 来主要目的还是提 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大众 劳工人能够知道说 我们新北市这套系统的方便性 而且呢 它的确可以维护它的权益 能够让它申诉管道更畅通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劳动检查立即够 今年三月份首创开通后 累计搜件已经约有四百个案件 劳检处受理违法通报之后 就会安排劳动检查 并将结果及时回传 检举人还可以追踪进度 查询历史案件 期盼透过这支酷手的短片 加深民众对老简立即够的印象 一起揪出二老板 别让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 记者洋榜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